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要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請請請 謝謝 普蘭斯廷有點緊張 因為即將揭曉的是 經過節能減合計畫 明安會將告訴她 能源負債後的節能成效如何 斯凡修施是节能渐渐计划的筹办人之一 帮助因高电价陷入能源贫穷的民众脱困 他解释普兰斯廷小姐上个年度暖气显示面板坏掉 所以使用过度 经过节能后一个月电费大幅减少 只要36欧元 足足比原本带利要还的每个月130欧元降低大量负担 我们不关注油管人员 我还有大量獨自在 直接准备用水购 我们在公司中兼顾约 150欧元 我们再次一年再参考 可以再多当位电池 还可以再拿到他的紧张 然后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的计划答应 積極降低能源貧窮家庭困境 主要也是因為近年來 德國電費居高不下 屬於歐洲前段班 一度電就要台幣10元左右 因能源轉型帶來的調漲電費 跟附加稅 都讓能源貧窮戶數 持續增加 拿出一個個省電熱泡 都是要給普蘭斯廷帶回家更替使用 他也是降低電費支出的好幫手 螢幕上各種節能檢測 螢幕了然 從照明到生活家電 都可以省下諸多電力 檢察員靠的就是手上這個小儀器 觀察電量的輸出 是否過於超載 水逐漸沸騰 電力隨著用電時間 費用充高 其他像是電冰箱等 大型老舊家電 更是持電怪獸 吃垮平戶的微薄收入 省下電費讓平戶免於被斷電的危機 明安會柏林站統計 十年間幫助了三四萬個家庭 降低了五三萬公噸的碳排 更省下了一千六百萬歐元 換句話說 原本受困在高電費勒牢籠的他們 卻也從能源檢查之下成功節能 達成另一種能源轉型 德國的例子讓我們看見 討論再生能源高電價 是否帶染能源貧窮 現況的確存在 但不應該成為兩者之間的零和遊戲 因為環保跟公益 的確可以並存 因為我們要受到消防疫力 因為只要受到消防疫力 因為只要受到消防疫力 而受到消防疫力 並不影響到消防疫力 我們也能夠期望 每個人在德國的消防疫力 都會有消防疫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